大家好,我叫赵祥宇,是中国人。 你好,我叫罗大汉,是美国人。 我们是绿色兄弟。 这个播客是中国的绿色埋伏。 如同其快速增长的经济, 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。 如今,在中国,70%的初级能源来自于煤炭, 而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。 在未来的十年里,由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性政策, 中国的能源使用中,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将增大。 在这集中,中国绿色脉搏参观了一个位于北京的风力发电厂, 并调查了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, 在平均每年增长30%的中国风能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。 风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形式, 并是最清洁的可再生能源, 它几乎产生零污染, 并对环境有极少的负面影响。 绿色兄弟决定自己去看看风力发电厂究竟是什么样的。 就在北京外,离长城不远处的官厅水库, 坐落着一座风力发电厂, 它是金峰公司的风力发电厂。 这个风力发电厂是我们作为北京奥运会绿色设备供应商, 给他们提供的一个风力机组。 官厅风力发电厂拥有33个风机, 容量为5万千瓦, 是我们第三集所报道的生物发电厂的两倍。 在快到风电厂的时候, 我们发现风力所给我们那种惊人的, 洁净的感觉。 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读起了诗, 说唱起来。 风急天高, 元孝爱, 祝情沙白, 鸟飞回。 风能黑, 肩排黑, 露色能一闻, 嘿嘿嘿。 风能黑, 肩排黑, 露色能一闻, 嘿嘿嘿。 风能黑, 肩排黑, 露色能一闻, 嘿嘿嘿。 我们不仅能在北京,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, 也能找到风能。 到2007年底, 中国21个省将拥有风力发电厂, 容量将为59亿瓦特。 这些拥有最多风力资源的省份, 都在风力丰富的中国北部。 内蒙古是其中风力资源最为丰富的, 容量为156.3万千瓦, 在其之后的是吉林省和辽宁省。 很多风能发电的初步成功, 都是由于联合国运作的清洁发展机制基金。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京都议定书的话, 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, 在京都议定书里头, 我们规定了, 在议定书里头规定了几种方式, 来帮助发展中国家, 发展清洁能源项目。 中国的许多风力发电厂, 都有部分来自于CDM的资金, 中国将变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头羊, 并且它的长期目标将会超过CDM的能力。 根据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, 办公室主任高广升的话, 为了达到中国可再生能源目标, 中国将需要一共为两兆人民币的投资, 而这些资金的90%将来自中国政府和商业。 走向绿色中国的道路的确非常漫长, 它将需要巨大的时间和金钱的投资,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创造绿色脉搏, 投身于使中国变得更加绿色的行动中, 总有一天我们会实现这个目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